台湾联合新闻网刚刚消息称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预计2日晚抵台 台湾机场公司今日上午收到一封恐吓信 行动说魏祖是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 将在机场放置翻媒爆裂物 台航警局表示已接获机场公司通知 将追查恐吓信为何人所发 报道称据老写桃源机场公司今天上午收到一封恐吓信 内容为为阻止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 将在机场放置翻媒爆裂物 桃源机场公司随即通报台航警局 交通部民航局等部门 航警局接报后已展开追查 由于信中并未说明将于何处放置爆裂物 机场公司要求加强戒备 另据忠实新闻网2日一扫消息 预计佩洛西等人将搭乘专机放台 据了解她2日晚10时20分将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下榻饭店据传是军越酒店 短暂待一晚后明天将与蔡英文见面 并在3日下午离台 对于佩洛西可能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一事 中方近日密集发声 在8月1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你提到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 可否详细说明这指的是什么 如果佩洛西访台可能会发生什么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佩洛西的身份决定了她访台必然高度敏感 不管她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赴台 都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必将造成恶劣政治影响 如果佩洛西众议长访台 中方必将采取坚定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 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至于是什么措施 如果她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